好,那么的话,什么是表单呢? 表单实在就是网页上面用于收集用户数据的一个什么呢? 一些什么呢?功能的标签 收集用户数据,比如说一个登录框 登录用户登录,用户要输入什么?用户名和密码 是不是这样的?又比如说我想注册 注册的话,我要输入用户名、密码以及什么呢? 什么一些消息,比如说是姓名、年龄、身份证 什么性别,这些东西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就用到表单 表单就是收集用户输入的一些数据 那么表单的话,在我们实际的印度中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表单是怎么做的 表单也是需要显示在页面上的 所以说它也是放在什么?body里面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新建一个表单 那么的话,首先是什么呢? 留一个file,然后是 这个啊,001表单 好,首先的话我们来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这个什么? h5的文档啊,然后是这个表单 是吧,表单啊 好,那么表单的话,它是一个区域 是吧,一般是一个区域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登录框 它是不是有一个区域在里面是吧 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其他地方可能是一些什么装饰的东西啊 图片呢,是这样的啊 表单它是一个区域 那么表单的话一般是什么呢? 通过这个form啊 form开头啊 用这个form标签开头啊 然后这个反斜杠form结尾是吧 这个的话就是声明一个表单的区间啊 声明一个表单的区间 这样子的啊 好,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标题吧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表单是吧 或者说这是一个什么呢 注册的表单啊 注册表单 好,那么的话它有form开头 有form什么 反斜杠form结尾啊 这是一个什么呢 表单区域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表单区域的话 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说我们来写一个什么呢 注册的表单啊 假设想做一个注册的表单啊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啊 那么的话 表单的话 这个属性以后我们再说吧 先看一下一个注册的表单啊 注册的表单的话 那么首先是什么呢 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吧 是吧 输入用户名啊 那么用户名的话 它是一个文字 是不是这样的啊 用户名三个字吧 三个字 然后冒号是吧 后面跟一个什么输入框 是这样的啊 好那么像这种字的话 表单里面字的话 一般我们用什么呢 用一个label标签把它包起来啊 label l a b e l 啊 这样一个标签把它包起来啊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用户名是吧 这样一个字吧 好 然后的话 是接着什么呢 就是一个输入框吧 啊 输入框的话 那么的话我们 呃 输入框用什么定义呢 就是用这个定义啊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label标签是干嘛的呢 就是为表单的定义文字的标注 是吧 接着的话是用什么呢 输入框的话 就是用这个什么呢 input标签啊 input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的话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大标签啊 这个标签里面包括很多种类型啊 它可以创建很多种类型的这个表单元素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来创建什么呢 创建这个呃 输入框是吧 比如说啊 大家看一下啊 input input 然后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type属性啊 type属性的话就是定义它的什么呢 这个输入框是什么类型的啊 输入框是什么类型 比如说我 给它写一个text啊 那么这个输入框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文本输入框的类型啊 文本输入框类型啊 好 这个lame先不给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做了这样一个之后 大家看一下是什么一个什么效果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用户名呢 然后这个是不是有个框呢 是吧 我这里面是不是可以输入文字啊 是这样 好 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吗 看到是吧 好 按错地方了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是不是做了一个什么呢 文本的输入框啊 是吧 这么简单 是吧 那么大家注意了啊 这个表单的这个input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标签 大家看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标签啊 它是不是没有两个啊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标签的话 如果想规范写的话 最后后面加一个 空个格 加个斜杠 这是规范写吧 是吧 它自己什么 就是 它只有一个 是吧 那么我们在后面加个斜杠 跟这个br标签是一样的 是吧 br标签啊 br标签是什么 换行标签吧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样就是做了一个表单的一个 一个输入项啊 是吧 一个输入项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想再做一个什么呢 呃 比如说密码的输入 是吧 密码输入框 是吧 那么的话 一样的是吧 比如说再来一个label吧 label啊 label这个地方写密码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这个label标签是干嘛的 它是定义什么呢 这个输入框的前面的文字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还是加一个label标签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密码输入框 又怎么写呢 那么它仍然是什么呢 input吧 仍然是input啊 仍然是input的 然后这个type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password password这个单子就是什么呢 密码 是吧 password啊 好 那么我们这么写完之后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有个密码的输入框啊 是吧 好 这两个框有什么区别呢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我这里输入什么呢 呃 这个home 是吧 这是用户名吧 好 密码输入框 当我输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 是不是暗文啊 暗码吧 你是看不到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不是对你的什么呢 这个输入是一种保护啊 是吧 你在输入密码的时候 什么有心人坐站在你后面 是不是看不到啊 是吧 别有用心的人站在你后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看不到你的输入什么吧 啊 啊 对 这就是密码输入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那么这个input是吧 那么都是用input吧 而只是说 是个什么 type的类型不一样吧 是这样的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两个是不是在一行啊 看一下 他是不是在一行啊 在一行的话 这样摆的话 是不是有时候不太好看呢 是吧 不太好看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一般可以怎么样呢 用这个换行把它包起来啊 换行给到这里也可以是吧 或者说每一个什么呢 每一个这个输入的 输入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p标签把它包起来啊 也可以这么做是吧 用一个p标签把它包起来 是吧 p的话它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一个段落吧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做啊 比如说用这个p标签把它包起来啊 好 好 包起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两块内容再来看一下 我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相当于是不是两段呢 是吧 这一段的话 就是输入这个 呃 什么呢 用户名的 这一段是输入密码的啊 那么这么做是可以的啊 我们把它这个输入了 这个内容进行分段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这个div也可以啊 如果说我们用什么呢 如果说啊 用这个 什么 用p可以啊 用div也行啊 用div也可以啊 比如说用div也可以啊 div的话是表示一块内容吧 啊 div也可以啊 好 div啊 好 div的话来看一下 它也是可以的 但是怎么样 它是不是没有这个间距啊 看见没有 是吧 我们的pb要件 是不是它有中间有 有行高啊 有间距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p这个div是没有的啊 啊 好 这样子的是吧 好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 什么呢 想让这个密码和用户名 排列的好看一点 是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密码 中间加些空格啊 是吧 看一下啊 加空格的话 我们是不是学了 是什么呢 这个与什么呢 mbsp 然后分号吧 是吧 加几个空格 是不是可以在那儿 好看一点 是吧 那尽量对齐 是吧 好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大概可以对齐啊 多了一个啊 还是不够精确啊 这个 好 这样子是不是好看一点呢 是吧 稍微好看一点啊 那么如果再好看一点 我可以怎么样呢 再来一个br 是吧 好 那么有朋友问了 你这样做这个太麻烦了 是吧 那么到底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法呢 想做的好看一点 有 是吧 什么方法 用样式吧 是吧 样式我们还没学啊 所以说先用这个标签 先代替着 好吧 好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稍微好看一点呢 是吧 好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呢 用户名是吧 比如说是tom 是吧 密码 比如说是123 是这样的 要说 我告诉大家了 好 好 这是这样的啊 好 接着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如果说我们还想输入其他的东西 是吧 比如说是 再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很实际的例子啊 比如说是 再来是输入什么 用户的性别吧 是吧 性别啊 好 性别的话 一样的啊 先来一个什么呢 drv把它包起来吧 是吧 drv把它包起来啊 它保证它是一行吧 然后的话 再来一个什么呢 label 是吧 label啊 好 我们来可以稍微的写的 好看一点啊 好 再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label 是吧 label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性别是吧 性别啊 好 性别的话一样的 我把这个拿过来啊 拿过来放到这里啊 好 性别的话一般是什么呢 我们 我们什么 操作过吧 是一个小圆圈吧 是吧 点什么 选择男或者女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是这个 那么它的话 也是什么呢 也是input这个标签 明白没有啊 也是input标签 比如说是 input是吧 然后它的type呢 就不是tax的 也不是什么呢 password的 它是什么呢 type等于什么呢 radio radio radio的话 那么这个是好像是收音机的意思 是不是这样的啊 收音机 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单 单选框啊 属于单选框 那么后面的话 跟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是 蓝是吧 蓝是吧 好 大家看得到我的屏幕吧 好 好 接着再来看一下 再来一个是吧 一般是有两个选框吧 是吧 比如说再来一个input啊 input啊 好 type等于什么呢 这个还是radio吧 然后这个是女吧 是吧 女啊 好 好 这个是啊 再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啊 好 来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呢 是吧 性别男女吧 是吧 好 刚才有同学说是三个 是吧 有三个 是吧 那么的话 在尊重人权的地方 应该是三个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大家知道 我们的那个 大家有没有在facebook上去注册啊 有 facebook上 大家知道这个性别 有多少个啊 facebook上性别有五十六个 有五十六种性别啊 有五十六种性别啊 不是我们的民族啊 就是五十种性别 他为什么要五十种性别呢 他是为了尊重人权啊 尊重人权 那么呢 为什么有五十六种呢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自己不是完全的男的 也不是完全的女的 是吧 那么他认为他这个性别就是 这两个不符合他 是吧 那么你不给选项给我 你就侵犯我人权了 我要告你是吧 国外的就是喜欢什么打官司 是吧 你侵犯我人权 我就要告你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中国人还是比较什么呢 比较好好对付的是吧 那么就两个了 是吧 好 大家有什么 如果有兴趣的话 谁去facebook上看一下啊 当然这个需要翻墙 是吧 我们一般的看不到 是不是这样子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 性别是吧 性别这个是单选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单选框啊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个单选框的话 我如果选男 可以吧 好 我选女 怎么两个都选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按照说 应该是排他的吧 我选女 应该不能选男吧 选男就不能选女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的话 如果说想做成这种排他性的话 一般是怎么样呢 我们还需要给一个属性啊 加怎么属性呢 那么之前我们怎么样 一直这个lame属性没有加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 应该加上lame属性啊 这两个lame属性的话 应该给什么呢 比如说这里要给上啊 比如说这里给个 gender是吧 DND啊 这个是性别是吧 gender啊 比如说这个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 地方的话 这款lame要给成一样的啊 这个lame是gender啊 这个也叫gender啊 好 那么这么给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好 我选这个男 可以吧 好 我选女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自动的取消了 是这样子的啊 记得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单选框 是这样的啊 单选框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还有什么呢 关于这个多选框啊 好 多选框的话 再来看一下啊 多选框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个DIV啊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的爱好 是吧 爱好啊 label label比如说这个是爱好 爱好 是吧 爱好的话就是有 可以有很多种吧 是吧 可以有很多种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时候用什么呢 还是用input标签啊 那么多选框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方括号吧 这个方框吧 这个小方框啊 那么它的这个 还是input啊 input 然后它的type的话 就是就不是radio了啊 它的type就是什么呢 是什么 checkbox啊 checkbox 这个是多选框啊 多选框的话 比如说这里什么呢 它也需要有这个nam值啊 nam值我们以后再说啊 比如说这里 比如说有一个爱好 是比如说是 爱好 爱好学习 可以吧 是吧 爱好学习啊 然后再来一个啊 input啊 type等于什么呢 还是再等于一个什么呢 checkbox是吧 checkbox啊 好我之前写的太那个了啊 爱好逛街 然后写的太太什么呢 太太太不上进了啊 我现在写上进点的词啊 学习啊 然后爱好什么呢 爱好python啊 可以吧 是吧 爱好python啊 input是吧 然后type等于什么呢 再来一个checkbox啊 checkbox啊 好 然后这个的话爱好什么呢 爱好前端是吧 爱好前端 好 好 再来一个啊 input 好 input啊 爱好 女 爱好女孩啊 就是美少女吧 是吧 好 美少女 好 这几个是吧 那么男孩女孩都喜欢美少女吧 是吧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 是吧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效果啊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子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勾选多个吧 是吧 勾选多个 是吧 那么可以取消啊 这个就是多选框 多选框 好 那么的话 为了这个统一的话 我们还要是给它一个换行 是吧 换行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爱好 是不是这样的 爱好啊 那么这是做出来的 这个关于这个 多选的一个什么呢 表章 是吧 多选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这个注册 实际上还有些什么呢 比如说还有 比如说是 呃 比如说要上产一个个人照片 是不是这样的 上产个人照片啊 上个人照片的话是什么呢 比如说再来一个啊 好 再来一个DLV啊 DLV啊 好 DLV的话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呃 Label是吧 Label A 还有A B L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 预兆 是吧 预兆 是这样的啊 预兆 啊 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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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兆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呀呢 要你在你的电脑里面选一张你认为最满意的照片 是吧 放上去吧 是吧 作为你的个人的这个什么头像啊什么的 那就是要在那里上传一个文件啊 刷下的这个是什么呢 是有一个选择文件啊 好 点击它你是不是可以选里面的选去选图片的 是吧 选图片 比如说选一张图片是吧 比如说这个里面选一张图片啊 比如说选这个什么呢 选这个帅哥是不是可以啊 比如说打开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可以传上去啊 是吧 到时候可以传上去是吧 这里面是person.png啊 这样子的啊 好 这是关于什么呢 你想上传文件的时候用这个什么呢 type等于什么 fire吧 还是用input的按钮 是不是这样 还是用input的这个什么 标签吧 还是用input的标签啊 好 这个是关于什么呢 这个上传什么 文件啊 这个应该叫上传文件啊 不仅仅是图片 不仅是图片 好 接着的话 那么表单还有些什么呢 还有些比如说 这个个人描述以及什么 籍贯是吧 个人描述啊 个人描述看一下啊 好 个人描述的话 一般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这哪一个DIV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表单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什么 比如说是个人描述的话 一般是要你什么 写一道文字吧 是吧 写一道文字来介绍一下自己啊 写一道文字来介绍一下自己啊 写一道文字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话 那么你可以用input是吧 type等于什么 text的是可以吧 那么input type等于text 这个东西是相当于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单行的 明白没有 它只有一行 它只有一行 这是属于当行的文本输入 如果说让你做一个个人介绍的话 是什么呢 比如说再来一个label啊 还是一个label啊 比如说是个人介绍 个人介绍的话 这个一般是希望你写一段文字吧 写一段文字一般是肯定不止一行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就一般不用什么 那个input type等于text的 一般用什么呢 我们用什么 这个多行文本输入框啊 多行文本输入框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 这个时候就不是text的 就不是input了 它是什么呢 text arrow text arrow 这样的 这个的话就跟它有区别了 多行文本输入框啊 多行文本输入框啊 好来看一下 这个text arrow写上写上去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多行的输入框啊 多行输入框 起码能输入两行吧 是吧 那么默认的在这个chrome里面 它还有一个这个下拉的 是吧 这个可以把它拉大一点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仔细开发中 我们是不准它拉的 是吧 我们是用样式来严格控制它的大小 要不然的话影响我们板面 是吧 我们板面等会的 是吧 我们做得很好的板面 它把它拉大了 把它撑的 撑坏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多行文本输入框啊 多行文本输入框 那么它就是什么呢 text arrow 是这样的啊 text arrow 好 这个div啊 div 然后的话这个是什么呢 再来一个什么呢 label 然后是假如说是机关 是吧 机关啊 好 机关的话把这个拿过来 好 进行配合啊 c lab呢 就声明一个什么呢 这个下拉的一个表单 表单空间的这个范围啊 然后的话跟这个option呢 进行配合啊 option 比如说option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声明这个表单的这个下拉的里面的选项啊 比如说是北京 是吧 北京啊 好 我就大概的写几个吧 好 北京比如说是上海 是吧 比如说河南河北 是吧 河南 河北 啊 河北 好 河南河北啊 广州 是吧 好 大概写了几个啊 好 那么写完这几个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单的空间是什么样子 是吧 空间是什么样子啊 我们来刷新一下啊 刷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 我点这个是不是有个下拉的 再看一下 是吧 下拉的啊 那么你可以选这个什么呢 济罐吧 选这个济罐啊 好 那么的话接着我们来把它做一个换行啊 好 再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可以的吗 这是选吧 选一个济罐 是吧 好 那么大概是一个表单的这个注册 大概有这么多 是吧 大概有这么多 那么这个几乎也涵盖了我们表单的一些类型的啊 基本上就是 常用的类型都有啊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常用的类型啊 好 接着的话 如果说你把这个表单做成这个样子 接着我们要什么呢 还有最后一个功能是吗 表单需要提交吧 提交啊 提交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再来一个啊 比如说这个表单的提交啊 那么的话 DIV 再来一个DIV啊 好 那么的话在这个里面的话 提交的话 它仍然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什么呢 input啊 还是用input啊 所以说这个input这个表现是不是可以做很多啊 大家记得啊 input 好 比如说再来一个input 然后type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submit啊 submit啊 submit的话这个就是提交的意思啊 submit 然后的话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定义这个按钮啊 这个按钮是不是我没有没有点这个label啊 是吧 这个按钮不需要前面加个文字吧 表示说这个是提交吧 它直接按钮上面就写一个提交两个字 明白没有 所以说就不用写这个label的这个文字描述啊 就直接写一个input type的submit 然后给它一个什么呢 这个表单上面的这个文字啊 这个上面的文字的话用这个value来定义啊 value比如说等于什么呢 提交啊 提交啊 这两个 好 那么提交完之后 我们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啊 好 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里是不是有个提交按钮啊 这里有个提交按钮啊 好 还是把它换一下行啊 好 那么刚刚我们用pbl线可能更好了啊 这个每个地方用这个 需要用这个br来换行啊 好 那么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个提交按钮啊 是吧 好提交按钮 接着的话 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个跟它啊 类似的一个按钮是什么呢 叫做重置按钮啊 重置按钮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输入了什么东西之后啊 我们觉得输入错了 想重新输入的话 可以点这个重置按钮啊 把这里面东西进行清空 没有没有啊 清空的话是怎么做呢 那么就是另外一个跟它一起的 一般放在一起啊 还是用这个什么呢 input啊 还是用input的 type等于什么呢 type等于什么 reset 这个是重置按钮啊 reset 好 value比如说等于什么呢 重置是吧 重置啊 好 重置完之后我们来点看一下啊 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个重置啊 比如说我这里面输入一些东西啊 选择一下啊 选完啊 选完就觉得选择不对 我再点重置 它是把它清空啊 是这样的啊 清空啊 点重置 好 这是关于这个重置按钮 它们两个一般是什么 程度出现的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大概的一个什么呢 表单的一个做法啊 表单的一个做法啊 那么这个我们刚刚写的这些的话 就是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表单空间啊 囊括了所有的表单空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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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